好 冠軍是在陶瀾区要弄總統府的張德鎮 經過幾個次放人 又再博會的總統集合 蔣 這台北電話 他繼續採訊 要給他用三十萬來告報 不過來犯罪他住的地方已經出境 這恐慌當然又再來補充 當然又來控告 不過這件事看起來 實在大家是看不下去 這民間社會怕是在批評 這恐慌是不但一直在記憶的制度 這固定歡迎也沒有來負責任 不願意自己來裁定 也變成這個戲 現在看起來是判不了了 第五次來到台北電話 先開車輪總統府的張德鎮 一樣不說話 他的高報裁定 又再給國醫拆銷 以後暗時 中君記錄 可能是比張德鎮衝撞總統府 對社會的影響還要大 經過三點半斤 看過最小問 張德鎮的身體總統 還在做評估 最好以保重人民 身體自由的完結 還在讓張德鎮以三十萬告報 在這裡和很多地方的地方 跟出境出海 警方不可 第六次當天拿出控告 不過由於威勞真正沒開始 張德鎮每天出庭 警方跟歡迎離後人跟榜人 一起在競爭 算都沒有結果 讓出界會看不下去 出界會批評 驚慌他自己亂用 記者的制度 故意是不願意打這個人 不敢做主意裁定 把米蕾 司法背後下文中 做新司法軟胸 面對外界的質疑 故意是會員 如果是理性主意裁定 驚慌相逢 都沒有辦法控告到救助 不過這張司法的馬拉松 一直在演藏教授 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故意的裁定 又變成環境 記者綜合報導